欢迎大家出席2021-2022年到香港辩论超级端赛第四轮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 公平贸易咖啡能有效扶贫 对错双方为正方加密拍与中学 对反方佛教沈香林中学 而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下双方辩元 首先正方主辩为前智朗同学 正方一副 尹晴涛同学 正方二副 刘荣宜同学 正方欠编周子晴同学 反方主辩是陈荣宜同学 反方一副 李仲宜同学 反方二副 刘胡善宜同学 和反方结辩 刘美庄同学 现在为大家介绍今天比赛的三位评判 他们分别是 不岁南书院中文辩论队负责老师 王家乐先生 早上各位 哈喽 第二位评判是 沙基湾古纳中学中文辩论队教练 洪明才先生 接着来第三位评判是 拔萃女书院中文辩论队负责老师 庄建生先生 高斯 大家好 本场比赛会分为主辩 台上发问 一副 二副 台下发问 结辩等六个环节 台上边缘发言时间为4334 每位边缘发言时间结束前30秒会有一丁提示 叮 时间到 也有两丁提示 叮 叮 而过时15秒就有三丁提示 叮 叮 那届时本人就会打断变缘的发言并提醒评判扣分 而详细的赛规早前已经发布给双方的参赛学校 请问双方主编对赛规有没有任何疑问 如果没有任何疑问的话 现在是比赛会正式开始 先有请正方主编发言 你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镜头点头示意 可以 大家好 咖啡仅次于石油 是全球第二大的交易商品 经济总值高达每年港币4000亿元 但全球的咖啡小农却是越重越穷 咖啡农大多生处于发展中国家 不但缺乏市场资讯 令他们在参与收购、买卖 现在的时候都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 咖啡贸易更由几间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垄断 长期掌控价格 加上咖啡豆保存时间短 农民又无能力支付运输费 将咖啡豆销售至世界各地 最终只能任由出口商、赔炒商、零售商等中间人剝削 小农新勤努动,换来的不是生活上的改变,而是越重越贫穷 有见及此,公平贸易应运而生 相对于传统贸易的方式 公平贸易是一种建基于协商、透明和互相尊重的贸易伙伴关系 提倡生产者发现权,保障他们享有合理的工作环境和回报 让生产者和商人建立更公平的贸易关系 从中改善农民被剝削的问题,做到扶贫 然而贫穷的问题成因复杂,不能以单一的措施去解决 因照衡量便提是否有效扶贫 需要视乎加入公平贸易的,比没有加入的 何者更能改善咖啡農的贫穷问题? 香港社联指出,一方面要改善生计,一方面要改善生活 这样才算是有效 至于能不能使得他们完全脱离贫穷 就不是今天变题讨论的范畴 国方政立变题,原因有二 第一,提升收入 传统咖啡贸易经过不少中间人 动众包括收购商、磨方、出口商、入口商、培炒商、零售商 作为生产者的咖啡農,却是只能分达当中收入的百分之一 一杯港币35元的咖啡为例,咖啡農就只能分达不多于5毛港币的利润 连同农田的租金、收割器具的费用,咖啡農根本是入不付出 但是在公平贸易之下,咖啡農成立和经营合作社 直接与公平贸易入口商进行交易,增加以加力,减少当中的剝削 至于公平贸易入口商,必须以公平贸易最低收购价 来向咖啡農购入咖啡豆,確保农民能获取合理的收购价 根据薩塞克斯大学贫穷研究机构,公平贸易咖啡增加生产者组织,改善小农的收入 通过公平贸易,农民的收入比传统的咖啡贸易多出3至5倍 能够有效提升收入,又为何不是有效扶贫呢? 第二,改善生活 大部份的咖啡農都是来自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教育水平低,没有自行倚家的能力,收入被剝削 导致入不付出,以至都陷入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加入了公平贸易合作社的农民,能够获得技术的支援,能够兴建基本设施,增加生产力 公平贸易组织会向销售公平贸易咖啡的特取商收取年费,将资金用作建立饮用水设施,兴建学校、建设议员等基础设施,由源头改善生活 公平贸易的咖啡既能够提升小农的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 小农的生活更是因为公平贸易咖啡带来改变,又为何不是有效扶贫呢?多谢各位 正方主编发言时间为3分56秒,无超时无需扣分 现在有请反方主编,你有4分钟的时间,准备好可以向镜头点头示意 自滤 自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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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麥 麥麥麥麥 準備好可以向鏡頭示意 OK 謝謝 除了各位 今天友方只是解釋了公平貿易咖啡究竟如何運作 友方的邏輯很簡單 有咖啡龍增加了收入就等於有效扶貧 那我想問一下友方究竟有什麼扶貧政策 不會令受助者增加收入 如果增加了收入就有效的話 那是不是所有扶貧政策都有效呢 所以友方要論證變題 不可以只是指出機制怎樣確保他們有 每公斤1.4美元的保底收入 更加要論證在機制下 到底還有多少人依然貧窮 還是已經不再貧窮 看回整個咖啡產業的供應鏈 最貧窮的也並非他們口中有土地的咖啡龍 而是幫忙種植咖啡豆的貴節性工人 他們大部分是移民 沒有土地 只是幫咖啡場主打工 公平貿易機構並沒有要求農民提供支付紀錄 也不會核實他們的工資 而且根據條款移民工人不受到保障 哪怕僱主透過公平貿易拿到額外的收益 都不需要提升他們的工資 我想問政策連最需要幫的一群咖啡工人都沒有觸及 有方點論證有效呢? 因此衡量能否有效扶貧借審視公平貿易機制 可否真正遺及到貧窮的對象 以及長遠令他們擺脫貧窮的困擾 我方認為政策無效扶貧的原因有二 第一,機制運作漏洞百出 扶貧再用杯水居身 公平交易的補帶機制表面是增加了部分農民的收入 但農民真正受益的其實十分有限 加州大學的研究就指出 公平貿易的認證成本每磅高達三尾線 藝地馬拉合作社13年的數據發現 還藉著為公平貿易所繳交的認證費用 其實抵消了公平貿易體系所帶來的經濟利益 研究近發現 農民隨著時間的推移 在公平貿易中所獲得的長期利益 基本上是毀零 公平貿易咖啡不單止認證費昂貴 威斯康星大學經濟學家布拉德巴勒武近指出 農民加入公平貿易體制後 使用的化肥 種植方法有不同的限制 增加了貧困種植者的生產成本 但降低了產量 減低了他們的整體收益 再者 公平貿易的制度缺乏透明度 聲稱用在改善農民生活和在學校基礎設施 來改善生活的錢 根本就沒有人監管 加州州立大學經濟學 林凱特教授指出 大部分資金是用於 投資在咖啡合作者的建築物和工資 而不是極學校 第二 製造假象 農民心欠貧窮漩 公平貿易咖啡的補貼 本質上是希望改善農民的生活 但同時催生更多的咖啡出現 違反了經濟學的供求定律 教授Claude就指出 如果政策的目標是減輕貧困 公平貿易根本不可能實現到 因為人為了提高咖啡價格會影響供求 例如增加供應量 這樣會導致自己靠未來向農民所支付的費用更低 公平貿易的咖啡 令咖啡農民繼續留在供應鏈裏面的補貼 才是可以維持他們最基本的生活 甚至連下一代都繼續留在咖啡田裏面 無法真正地途地貧窮 溫斯達尼加和伊地馬拉的兩隻咖啡經驗指出 精品咖啡才是咖啡產業的未來 有鼓勵製造高質量的咖啡 所有工人才知會被支付高薪 貧窮生活才真正得到改善 但在最低收購價的制度下 普提制度令咖啡一龍無動力改善技術和咖啡豆的品質 無法透過提升高品質 賺取更多的收入 還有新聞有方 公平貿易咖啡自1988年開始實施 30年後的今天 政策到底令到多少貧窮的咖啡龍腳貧窮呢? 多謝各位 反方主編發言時間為3分55秒 無超時無需求分 現在是台上發問的環節 先由正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員向反方主編提問 發問時間為1分鐘 之後反方主編會有一分鐘去準備 然後會有一分鐘時間回答 而想請對錯雙方都留意 提問、準備、回答時間都是一樣 都是在限時前15秒會有一丁提示 定 時間到就有兩丁提示 定 然後就是到反方去派出一位台上便員 向正方主編提問 還有請評判去留意 寫分數的次序 反方分自第一格的 依發言次序是回答的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的分數 現在有請正方派出位台上便員發問 由1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鏡頭示意 試麥試麥請問聽到 不好意思可不可以再試一次嗎 試麥試麥請問聽到 可以再大聲一點點 試麥試麥請問聽到 這樣 正式的麻煩你 好準備 OK 謝謝 各位大家好 哥本根大學的研究指出 公平貿易咖啡為農民增加了30%的收入 減少了50%的貧窮 那想問有方這些是否叫無效扶貧呢 還是有方覺得要所有人脫貧才叫有效扶貧呢 多謝各位 現在反方處邊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現在開始計時 謝謝 mute 咸 敕 FLA 淦 張 然後 谢谢大家 叮叮 准备时间以速 现在有请反方逐电作答 你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 如果准备好开向镜头示意 示威 清晰的 停 停 刚才多谢有方同学的发问 你们刚刚就说增加了3%的收入 减少了 不是 增加了3%的收入 减少了50%的贫困线 但是其实它根本就是脱离不到贫困 虽然增加了收入 但是增加了收入 它有1.4%的保底价 但是其实这些保底价 正如刚刚所提及 他们认证费已经 减少认证费 成本 化龙费 全部东西 它们放入袋子 只放入50尾仙 那这50尾仙 就只能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 保证他们饿不死 而 而且 究竟是 他们原本由什么生活 改变到现在 怎么样的生活 多谢各位 谢谢 谢谢 那现在就轮到反方去提问 请反方排出一位台上的辨论法文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镜头示意 谢谢 不好意思 请问刚刚是否有用到外语 3% 刚刚是听到反方有说到外语 但在台下的环节 应该外语就不扣分 好 谢谢 谢谢 示茗示茗示茗 请问听不听到 不好意思 可能我现在都要去看回 赛贵 就着刚刚刚才的那个俄语 去看回究竟 需要不需要评判去自行求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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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茗示茗示茗 示茗示茗 我是不是现在开始 还是 示茗 不好意思 可能要你等一等 我现在看一看 看前 可以 谢谢 不好意思 反方设茗也设茗得挺重要 所以看看会不会是两个器材 其中一个器材 可能要关掉声音 或者看看如何去做 会比较方便一点 对 请问我现在可以吗 Receive Skype 请问我现在可以吗 可以 不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好意思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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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镇方前面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开始计时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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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謝謝有方的提問,但我們今天的辯題討論的並不是脫貧,而是扶貧,有方同學 再者,有方也說農民加入了公平貿易之後,農民有效可以維持到他的生計 我們今天比較的是有加入公平貿易和沒有加入公平貿易 有方原本咖啡農根本沒有辦法維持他們的生計,現在他們可以維持到他們的生計,他們就有效扶貧 謝謝大家 現在台上的發問環節結束 現在有請正方第一副面發言,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開向鏡頭示現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剛剛有方主辯最後問我們,現在公平貿易,咖啡已經盛行了三十年,為何還沒有效扶貧呢? 根據我們的資料,哥亭根大學在烏光達的研究證明了公平貿易認證讓農民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的收入,是減少了百分之五十的貧窮機會 想問有方這些是否叫有效扶貧呢? 他現在已經是比參加公平貿易之前沒有以前那麼貧窮,想問有方這些是否就是有效扶貧呢? 第二,有方剛剛說有效扶貧,怎樣才叫有效扶貧呢? 有方剛剛一直口說是有效扶貧,有效扶貧 但是有方一直說的東西就是他們不能夠可以很有錢,他們不能夠脫貧,有方所說的是脫貧 請有方看清楚,脫貧就是完全脫離貧窮,不再貧窮,而這就是剛剛有方所說的東西 第二,剛剛有方說怎樣可以幫到小龍 有方說怎樣可以幫到一些短期合約的小龍去扶貧 但是短期合約,想問有方 他在咖啡園裏面做了一天是否短期合約,做了一天我們是否都要幫助他們扶貧呢? 請有方看清楚 第二,剛剛有方所說的錢是否會入到農民的手中呢? 有方只是不斷用不同的猜測,有方只是不斷猜測 說公平貿易認證費,公平貿易其他費用會慢慢剝削農民 但是想問有方有沒有實際個案呢?有方有沒有數據呢?有方就有很多成功的個案了 有方理據何在呢?首先公平貿易令農民提升收入 根據香港公平貿易聯盟 公平貿易保障生產即享有最低的收購價 例如原本一瓶價值20.5元的咖啡粉裏面,農民只能夠得到0.02元的收入 公平貿易之下同樣份量的咖啡粉,農民是可以拿到大約0.5至1元,是原本的25至50倍 其次公平貿易令農民改善生活 根據公平貿易搜查,農民的公平貿易最低收購價是不低於每磅咖啡豆1.26美金 這筆錢不單止是足夠當地人生活,更加能夠用作當地建設和發展 例如離家乖的合作社投資水壇和自來水,令超過140個家庭獲益 更加改善道路,興建學校,設立診所和藥房,設立獎學金,促進了教育發展,改善了跨代貧窮 既然農民參加了公平貿易之後,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 想問有方,公平貿易為什麼不可以有效扶運呢? 究竟有方有效的定義是什麼呢?多謝各位 定定! 正方第一副辯發言時間為三分零零秒,無超時不需扣分 現在有請反方第一副辯,你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開向鏡頭示意 請問我非常快 請問我 是,聽不聽到? 清晰的 再試一次再試一次 聽不聽到?現在 是,再試一次 這樣的話可以嗎? 可能要大聲一點 這樣的話可以嗎? 可以 準備好 再次各位,聽完友方同學兩個辯語 不難發現他們根本不了解政策的成效 和大家說公平貿易做了兩點 一提升二價能力和收入 以社區發展基金幫助有效付費 所以就有效付費 我們看看是否有方說得這麼理想 第一點,我方不否認可以提升二價能力 但提升了又怎樣? 咖啡賣貴了都可以繼續是貧窮 情況就像賣紙皮一樣 價格高了是否代表他們不會再貧窮呢? 正正是因為公平貿易咖啡的質素不高 所以收購商往往就會把保底價當成最高價格 所以就其實支付不了他們生活上的三餐 如果扣除了認證費 有多少錢是真正落到的咖啡籠袋裡面呢? 第二點,我們主編已經說了 社區發展基金的資金大部分都用來建辦公室 而非學校和基礎的設施 不僅是工資沒有上升 因為公平貿易的增加 他們連社區的設施都用不到 倫敦大學非洲研究院發展經濟學院的教授 克萊默更指出很多最不公平的人 無法使用透過公平貿易基金所建的新設施 那想問右方有多少真的做到社區發展? 你的政策只是用在小部分的咖啡籠收益 是否等於有效扶貧? 我方今天並不是要有多少人受惠 是要有方同學指出到底有多少人不再貧窮 才是論證有效 我方主編質疑一個政策有效扶貧 必須先了解哪幫人最需要幫 今天有方不反對那幫咖啡員的工人 比起龍湖更加貧窮 而這個政策是幫不了他們的話 那麼1.4美元到底是否真的落到他們袋 有多少人不用再受貧窮的折磨 有方給不了數據,論證不了成效 在座各位,今天有方以為 加入了公平貿易組織的農民就真正得到好處 其實到底那些貧窮的農民改善了多少呢? 到底是否維持到新計就可以生存到? 就是有效扶貧? 那麼香港人,全世界那麼多的人 都吃到飯的話 吃到三餐的話 是否就不需要再有扶貧的政策? Green Bandery 零售商的創始人 所羅門就表示 公平貿易咖啡存在一個很大的缺陷 就是要通過要求他們支付高額的認證費 來歧視世界上最貧窮的咖啡農 其中大多數都是非洲人 不僅如此 威斯康星大學的經濟學家 布拉德巴勒姆就和大家說 多些農民加入了公平貿易機制後 使用的化肥種植方法根本就有不同的限制 增加了窮種植者的生產成本 降低了產量,最終減低了收益 有方點論證公平貿易咖啡真的幫到貧窮的人呢? 在全球最大的公平貿易咖啡 賣家之一的綠山咖啡 擔任了幾十年高層的克里澤佩 就說到 他也是公平貿易國際的董事 他一直以為公平貿易的錢是幫到人 但是當他真正走進咖啡產區的時候 考察種植者的種植咖啡園和咖啡樹 他特別是有驚訝 那些的身體一年到頭來 都是長期處於飢餓狀態 那麼想問 公平貿易咖啡 想問一下有方 保障最低價的做法 會不會令農民無動力去種植高品質的咖啡豆呢? 多謝各位 反方一副的發電時間為3分21秒 有過時 需要評判在分子上面扣分 不好意思 主席 我想請問是扣1至5分 還是直接扣5分? 不好意思 我先看看蔡貴 賴Sir 我想問一下如果21秒是否要扣10分? 不好意思 因為超時這裡是以5秒作為一個單位 每超5秒就需要扣5分的 所以剛剛是21秒 那就不足5秒亦作5秒計算 所以總共就需要評判在分子上面扣10分 好的 謝謝主席 謝謝 謝謝 現在就有請正方的異貨去發言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如果準備好的話可以向鏡頭示 如果準備好的話可以向鏡頭示 是 是 這樣可以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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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來到義父的位置 可以用四個字形容有方 一字半解 今天有方因為不清不楚而犯下了 以下兩個誤解 第一就是對公平貿易咖啡的誤解 今天有方很執著於認證費用 和我方說 扣除了認證費用之後 農民的收入是等於零 但現在我方就跟你說 我們今天我方說的收入增加 是說扣除了認證費用之後 農民所得到的錢 所以有方其實今天的目光 也不可以這麼狹窄 今天有方就是跟我們方說 我們方只是看收入是否增加 但其實不是的 我方說的是什麼 是要看他們的生活質素有沒有改善 有方說我們方說的沒有舉例 例子我們現在就舉了 就好像非洲的奧萊米亞合作社一樣 因為他們加入了國際公平貿易組織 他們得到社區發展基金 他們一部分的金錢就用在提升產能和生產設備上面 而其他就投入於社區改造計劃裡面 包括建立四所學校 25間教室 令到五千多個小朋友有書可讀 另外還興建了乾淨飲用水的系統 阻止了護族水源造成三千多人死亡的慘劇 而四間生建的醫療診所 更加縮短了六千多人接受診療的時間 咖啡農的收入有所提升 生活質素有所提升的時候 為什麼不是有效扶貧呢 而第二 今天這些農民跟我們說 他們對公平貿易咖啡的方法感到滿意 深澤西德的農民告訴我們 他們的合作社通過公平貿易 令他們的咖啡價格得到穩定 而且保障 同時也將付援助金用於教育環境保護 修建道路和橋樑上 所以他們為這個有所改善的生活而感到滋好 今天有方究竟是聽不到咖啡農的意見 還是聽到但是不肯承認呢 第二 就是對農民的誤解 今天有方很強調一件事 就是想我方論證這些咖啡小農 如何有效脫貧 脫貧 但是有方今天要清楚 今天農民說的是負貧 貧貧是只可以幫他們在貧困的環境中得到改善 但是脫貧是完全脫離貧困 所以有方不要再混淆事情了 今天有方主辯又說 有一些季節性貧窮農民的貧窮問題 不可以令他們不再貧窮 所以反對變體 但是等一會有方同學 我方主辯已經提過 貧窮成因複雜 我們是並不可以單靠單一方法就可以解決的 天災貧身可以導致貧窮 公平貿易咖啡是否可以阻止悍災颱風內容 不可能的 瘟疫風土病令到當地居民花費大量今次醫病 公平貿易咖啡是否可以醫白病強身健體 不可能的 有方今天要解決一些季節性工人的貧窮問題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可以有其他措施解決 但是今天有方要求我方的咖啡 可以針對其他貧窮原因 令他們完全脫貧 全面令他們當地居民謠身 變成有私人 是不是合理呢? 所以今天有方很奇怪的 他們跟我們說 這些農民是可以得到穩定的收入 可以有三餐 我想問有方為什麼這些不叫做有效扶貧呢? 要做到怎樣才叫有效扶貧呢? 多謝各位 正方議庫發言時間為三分零六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現在有請反方第二副面 你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可開向鏡頭示意 請問一下聽清楚 請問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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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各位,今天友方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從友方的友方的主辯開出來就說 是有效的標準太低 他們只是說加入和不加入誰可以幫助多些 就算是有效 我們看回了,今天友方就說 有社區發展基金建了多少學校,建了多少飲水的資源 有保低價就是有效,有50美才是有效 但其實在這個機制下,我們看回它的受眾 大部分受益的只有中等發展中國家的農民 就是只有小部分的咖啡農是有收益的 這個就是有效扶貧 以及基金的部分都是用來辦公室 而不是真正友方所說的學校和基礎設施 這個如何幫助農民扶貧呢? 來到異賦,我今天就用短期和長期的效果去解釋 為什麼公平貿易咖啡沒有效 我方說,農民實質只有50美才的收入 問友方是不是這樣就已經有效扶貧 友方異賦就說,是的,已經是有效的 所以友方只認為說50美才是足夠他們 可以發展以後他們的後代都不會產生誇代貧窮的事實 他們是忽略了 其實今天全場友方只是在用他們的理論 去打回我們的現實 我們現實用扶貧的政策加入來說 你要扶貧 也要看有多少人真正是脫貧 這個是扶貧的政策加入來說 以及你是短暫還是長期去脫貧 才叫做有成效 所以扶貧和脫貧是有掛勾關係的 而且不但發現友方所謂的有效扶貧 只是當咖啡龍面對極端的情況下 例如是價格暴跌 例如是沒有錢開飯 就可以維持到生活最基本的收入 但拿到這個價格收入的人 都依然是處於貧窮的狀態 就像我們剛剛一副都說了 你買紙皮這樣 你給多了一元 那些賣紙皮的人是不是真正脫貧 扶貧 所以短期而言是無效扶貧的 短期的成效有方論證不到 在長期的效果方面要想一個問題就是 公平貿易的保障 會不會讓農民認為 要大量種植次等的咖啡豆去滿足收口價才對他們好 這是長期的效益 牛津大學經濟學教授科利爾就指出 公平貿易咖啡的問題在於本質上鼓勵接受者 也就是咖啡龍 繼續大量去生產令他們陷入貧窮的農作物 而哥斯達尼加和偽地馬拉的經驗告訴大家 精品咖啡才是咖啡龍改善貧窮的關鍵 而不是說做了就是有效 我們還有其他的出路 未來咖啡狗依然是用高價收口漂亮的咖啡豆 所以就會逐漸淘汰遲等的咖啡 講完理論看回現況 埃塞俄比亞和烏光大12個地點研究中 發現其實是非公平貿易認證的農場 是比公平貿易認證的農場支付更高的工資 所以說即使你不做公平貿易認證 你也是有好的薪金 另外早在2001年 全球最大的日用品零售商寶傑公司 就是拒絕利用公平貿易咖啡提供協助 反而是向工去捐款 所以他也不認為公平貿易咖啡是有用的 最後想問日方 怎麼解釋不做公平貿易的人的生活造失 和賺錢的人更多於公平貿易呢? 謝謝各位 凡方第二負面發言時間為3分12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是台下發問環節 雙方各有兩輪發問 請政方派出為台下辯元發問 請辯元開啟鏡頭和測試咪麥 請問聽不聽到嗎? 聽到的,但可能我的鏡頭就要再移落了,要看到你 是,是的 是,謝謝 現在是可以的,你有1分鐘的發言時間 如果準備好可以向鏡頭示意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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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友方同學說,咖啡龍擁有足夠的三餐是有效扶貧 如果這樣說法 友方同學是否想所有不同的咖啡龍成為億萬雇傭 才算是真正的有效扶貧呢? 請問友方的標準是甚麼才可以算是真正的有效扶貧呢? 多謝各位 現在反方有1分鐘的準備時間,開始計時 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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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反方派出位面回答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那你准备好,可以向镜头示意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清晰的 可以 订 多谢有方同学的提问 他问我们成为益民富翁 是否先是扶贫最终的目标 但我方一直以来扶贫的标准就是 你要帮助到一定数量脱离贫穷的环境 才是扶贫 而不是说你有饭可以吃 你就已经扶贫了 不是 另外我方今天全场就说 公平咖啡为什么是无效 甚至我方主张是有反效果的 第一,你在现况下 我们也说了 你个四是一个保底价 最终只有50美分 但50美分 有方从来都没有说过 这50美分到底如何去帮助农民 只是说50美分足够 50美分吃饭 50美分完全可以扶贫 另外在长远上我方也主张是 你违背了经济学的公投定律 你市面上变得太多同等品质的咖啡豆 你公平购义的咖啡豆是三等的次等咖啡豆 清晰的 清晰的 那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如果你准备好可以向其他人头示意 可以 可以 清晰 还有各位 有方同学今天说咖啡和增加收入就是有效 那是不是增加了少许脚就是有效扶贫呢 有方连资料出处都没有说 主便和排上的法文资料都有出入 主便说三至五倍排上得三成 请麻烦有方同学搞清楚资料先论证 再说 有方点论证咖啡能增加收入就是因为公平购义咖啡呢 多谢各位 那现在呢 是正方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开始计时 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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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丁,准备时间结束,现在有请正方排出委员人回答, 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准备好开向镜头示意。 请问听不清楚? 清晰的。 可以。 首先,谢谢有方和我的提问,有方和今天问我方如何确保农民增加收入是源自于公平模式咖啡, 但其实有方今天的提问很搞笑,今天我方在主辩台上发问一副二副已经说出来了, 有歌亭根大学的研究指出,因为公平模式咖啡,所以农民增加了30%的收入,减少了50%的贫困。 想问有方如果这样也不叫有效扶贫,那怎么才叫有效扶贫呢? 还有有方今天真的很搞笑,刚才我方台下就问有方,究竟有方对扶贫的定义是什么? 有方答是什么?是要一定数量农民脱贫才叫有效扶贫, 其实有方是很矛盾的,那变题是说什么呢?变题是说有效扶贫,并不是说要他们从贫困的生活完全脱离出来, 所以有方不要再误解变题了,而有方我们可以看一下实际的例子, 今天是秘老的合作者成员告诉我们公平模式咖啡组织帮助他们,他们为增加收入感到满意, 想问有方,你们究竟是看不到这些小龙的意见,还是不想承认呢?多谢各位 请正方派出一位台下便员发问,请便员开起镜头并试咪。 试咪是否听名字清楚? 清楚的,准备好开向镜头示意,你有一分钟的发问时间。 可以。 对。 许多职, 大家好。有方和我的义父就跟我们说,用差的化肥会种出次品的咖啡, 会减低它的收益。 但是主便又和我们说,用好的化肥会提升他们的成本, 也都不能够导致他们的收益提升。 那么有方同学是不是矛盾呢? 有方和说用哪一种化肥都赚不到钱的时候, 是否无论如何都帮不到小龙负贷呢? 請友方向我解釋,多謝各位 晚方現在還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開始計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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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星 頂 我就 treasure 好 謝謝 聖誕 郵 подар 臉 請問聽聽清楚嗎? 清楚的 可以 定 多謝有方同意提問 今天有方就問我們 什麼用化肥可以賺到錢 但是我方從來就說 我們意思是說用化肥 加認證費等等的材料費 你最後小龍代入袋的錢 只有50美金 這個是短期效益 其次我們也不要忽量長期效益 以及實際情況 有方今天一直就說 我們用這個公平貿易咖啡 就可以提高我們的收入 但事實是不是這樣呢? 難得的咖啡豆 是透過當地的公平貿易合作社進行買賣的 農民可以得到最低收購價的保障 但是最終是什麼? 你加入之後還是得什麼? 只得過3美元 還是什麼? 連公平貿易最低的那條 過4美元的保底價都達不到 但同樣的一磅咖啡 是不通過公平貿易 通過其他的方法 在美國的零售價是10美元 所以我們知道什麼? 你公平貿易 你連最低的保底價 最益基本 答應農民的那樣東西 你都做不到 你都無用 甚至還不如其他農工 是用精品咖啡 莊園咖啡 這些方式去做 做貿易支出 多謝各位 現在請反方派出位台下便圓發問 請便圓開啟鏡頭並試麥 確 gibt 非常有機會 很難回答 好 不好意思...可能要一個工程中 конечно 請你聽得到 主則聽得到 主則聽得到的 好的 謝謝 今天有方同學就說行良辯題的準則就是比較 有加入公平貿易和沒有加入公平貿易做比較 但有方同學看不清楚加入了這個機制後 短期內農民依然會處於饑荒和貧窮之中 長期更加會因為種咖啡豆只求量不求質 在貧窮的生活之中不斷靈活 用回你們的準則來量度貧窮政策 想問有哪一個政策是我們加入了生活是不會比之前好的呢 如果好了就等於有效 那是不是全部的扶貧政策都有效呢 請右方同學給一個沒有效的扶貧政策 我們一個就夠了 如果扶貧政策幫不了人脫貧 那什麼叫扶貧政策呢 多謝各位 現在政方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定 為了 做了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不仅有效 是因為他們能提升收入改善生活的有效 disciples悄身上的基方 现在有很多人盈防 但是我们要看你的数据是何来的呢? 以及你要比较 参加了公平贸易前的数据 会不会更多人的基方已经改善了 若 possess没有比较 我们又怎样能对证到底是不是有效呢? 而且我今日去问一些歌 boxing 扶貧的標準是什麼呢? 有方完全沒有答過 然後有方就說 會求質 就為了多些求量不求質素 但我們看到的是什麼呢? 其實成為公平為的咖啡豆 是需要通過品質認證 機制是根據國際標準組織的規範進行認證 除了品質把關之外 還會定期審查那些品質 有方同學我想問 品質保證上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哪個咖啡豆不符合品質呢? 有方從來都沒有說過的 謝謝各位 台客發文環節結束 現在是結辯準備時間 雙方結辯有一分鐘再準備 開始計時 定 阿顫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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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同时 杨茜茜茜茜茜 那是否代表公平貿易就無效呢? 第二,公平貿易能否提升咖啡農的收入呢? 首先有方說公平貿易組織不透明 農民根本是拿不到錢的 其實這是一個嚴重的指控 我方叫有方提出證據 有方到劫便都沒有回應 有方沒有增憑實居並不能抹黑公平貿易組織 其次,根據美國公平貿易研究過去十年的數據 參加了的農民提升了收入提供了65% 如果好像有方說不透明 斯坦署農民的錢又有這麼多認證費用 那為什麼農民的收入依然提升呢? 還有我們看到的是什麼呢? 是提升了65% 不是好像有方說得那麼少 不是提升了那麼少錢 如果是斯坦署有這麼多認證費 那些收入為什麼提升? 那些錢又何來呢? 很明顯有方說不過去 有方義父跟我們說什麼呢? 我們要看長期影響 就說咖啡朵質素沒有保證 我們要知道答農都說了 是要通過品質認證的 是根據國際標準組織規範進行認證 有方都沒有告訴我們 究竟哪個品牌 哪個國家的咖啡豆 是有什麼問題 有多少百分比的咖啡豆 有什麼問題 有方到劫農都完全沒有告訴我們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呢? 百分之二十五的社會發展金 必須用於品質開發計劃上面 而且公平貿易機構 也有很多公平貿易機構 因為咖啡品質優良 在咖啡品牌中被選為第一的推薦產品 秘魯、尼加拉瓜等等的公平貿易合作社 甚至得到咖啡獎項的時候 有方說品質差 拿到這麼多這些品質審查 有這麼多的獎項 有方又如何解釋呢? 其實不單止是數據指出 收入有明顯的增幅 秘魯、咖啡合作社 就是今天我們講的農民 農民自己都表示公平咖啡 為農民帶來更好的收入 江國咖啡合作社都表示農民 能夠以更好的價格出口咖啡豆 當其他農民都表示收入有提升 感到滿意的時候 這就正正解釋了 為什麼公平貿易咖啡能夠有效扶貧 第三 公平貿易咖啡能不能夠改善咖啡農的生活呢? 有方今天全場都質疑那些發展金 並不是用來進行各類建設 一副說社區發展金是用來建辦公室 有方說那些錢根本不是用來建學校和醫院 但我們看到的什麼呢? 2016年農民收到超過兩億的社會發展金 發展社會社區項目 尼加拉瓜的合作社投資水塔和自來水管 令到超過140個家庭受惠 同時改善了道路興建學校的事立審所 促進了發展和醫療發展 這些什麼正正就是幫助了他建議院建學校 因此今天便是最大成立 多謝各位 政方見面發言時間為4分12秒 無超時不需扣分 現在比賽局聯絡 本人將與評判手作聯絡處理分子的問題 大把握時間我們都會在三位評判填妥分子之後 逐一邀請為今場的比賽去作出評語 所以都請對賽雙方留在原位等候 還有提提評判 最佳辯論員需要顏外的評分 每位辯論才選出三位表現較佳辯論 再分別給予分數 最佳一位得30 次佳一位得20分 正余的剩下的第三位就是得10分 如果評判是完成了分子的評分 都可以在checkbox或者開麥克風去告知我 謝謝 王家朗已經完成了一個分子 謝謝 請問今次王家朗先生 可不可以現在先作出評語 都沒有問題可以的 謝謝你 好,謝謝 但怕不怕 例如兩位評判未出完分子 我又在這裏說 很自然有點奇怪 還是還是都沒有所謂 我想都沒有什麼問題的 可能看看其他兩位評判 如果都沒有問題都可以 我想我這樣說回 其實因為這條面題 今天的所有賽事來說 應該都是這條面題 我想評判們都應該有 PREP 過下條面題的相關 亦都很難去完全地 我不能夠完全肯定告訴你 我自己本身PREP的站庫 沒有影響到我某些論點的判斷 但是我想我盡量去告訴大家 就是我如何去判定一些內容 我想簡單一點去說 這條面題來說 公平貿易的咖啡組織來說 其實那個市場的市場 真的做得非常之不錯 但是也是很典型的正義 就是板方去到後面最後的劫變的說法來說 就是說在一個很漂亮的包裝之下 究竟透明度足不足夠 或者他能不能夠提供到足夠的知識 告訴你公平貿易的行動 我會覺得在研究中需要去想辦法 如何將一些看起來很英俊的東西 如何進一步去組織好整個內容 而反方來說 其實我會覺得反方的反方是比較難的 亦都是更加需要在資料上找多一點去處理 今天其實我會看到雙方的研究來說 正方的研究是做得足夠的 但是在推論的過程中 連貫性來說 我覺得正方需要去想一想有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其實一開始講的合作社 其中是互相尊重、透明、協商那三樣東西 究竟在你整個論證裡面有沒有幫過你手 或者在整個回應對方論點的時候有沒有幫到你呢 例如說對面公平最重要的一個論點就是 有很多的cost 不是infrastructure 的cost 不是拿去建一些學校 不是拿去建一些水源 而是拿去建辦公室、和收咖啡相關的東西 對於後續的發展來說沒有什麼幫助 我會覺得這個問題就來了 你本身既然一開始講到協商、透明、互相尊重這件事 那為什麼最後會得出這些結果呢 還是反方的說法是不合理的呢 所以這就是我覺得在你一開始的時候 當你在公平貿易的那個機制架構之下 尤其是你也會明白到在那些發展中國家 那些小型農場的作法來說 他未必可以保持得到一個很豐富的記錄的時候 那用什麼方法去回應這些質疑 會令整個安排變得好一點 聽起來會比較穩陣 這個會覺得正方在立線的時候 如果你想回一些你自己說過的內容來說 可能會更加幫助你連起整條主線 這是第一個位置 另一方面就是正方也可以想多一件事 就是在整個推論的過程中 你們會很注重於在公平貿易做了之後 和一些非公平貿易的農民之間的比較 但是對於非公平貿易的農民究竟有多少 或者是他們的狀況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可以再說多一點 去突顯你在公平貿易的安排之下 如何幫助某一群人 還有另一方面最重要的就是 如何令更多由一個更差的環境內的東西 加入公平貿易的機制 其實你看到這個trend的話 也可以告訴反方 其實真的能夠幫助到生活 改善到生活 可以幫助農民 那些人才會來加入 這個我覺得都是正方可以去做多一點的推論 還有第三方面就是 我覺得正方如果今天沒有判理輸的話 一定是關於這個位置的關鍵 就是當別人問你扶貧和脫貧之間的關係來講 你會選擇去用一個比較保護性的說法 負貧和脫貧是不一樣的 完全脫貧也不是你們所追求的目標 會選擇去用一個保護性的說法 不是單純在於每一個農民的收入會高了 你的關鍵位應該是為何會有那些千奇百怪的資源給農民 原因是因為那些資源或者機制不允許用化肥 為何要有學校等等 這就是扶貧的概念 為何會令農民在往後的經濟領域 為何可以避免繼續深陷於貧困 亦是為何會放在農民身上 有些農民自決怎樣做 是因為農民自己要想如何幫助他們自己的這一代和下一代 去避免貧困這些東西繼續出現 一個就是我會覺得政方在這方面愈是說得多 甚至我説是花了一副整個位置去說這件事 我覺得是蝕張蝕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覺得沒有需要他退到這麼後的 沒有需要害怕得這麼久 那 我會覺得整個正方的部分是這些 至於反方來說 不好意思,我會比較慢 反方來說我會覺得用資料用得聰明 我不客氣地說 我會覺得有些內容是沒有資料用的 但是混合了一些有資料用的東西一起去說 聽起來就變得好像有一些說服力 但是當被人問多兩句 問多一點出處的時候 某一些內容來講 顯然地做不到追蹤的話 大家都會知道那些位置很明顯是 嘗試放在一些強的公司之下 打算命運過關的東西 其實是有點穿了崩 我覺得政方在處理這一刻是做得好 如果你問我反方真的要輸的話 這是其中一個很關鍵的致命 至於一直下去的時候 其實反方也是在於質疑公平貿易的機制下 那些監管是否足夠 亦都質疑一件事 就是在公平貿易的重複 就是那個operational cost 裡面 會不會令到農民實際代落的錢會少了 另一方面也打了很多貴職工人的內容 但是我會覺得這樣去處理 這麽多一個點來講 我們要排一個次序 哪些內容聽下去會最低 或者哪些內容甚至是有機會去避免 然後你要捨棄它 譬如我想問一件事 就是貴職工人的一件事 如果對方去問你 本身是農民的人數已經很多 那貴職工人究竟在整個機制裏 佔的人數是多少 究竟這群貴職工人應不應該出現在一些 Fair Trade Foundation之下的Fair Trade Foundation 這個也是我覺得需要去問的問題 因為其實Fair Trade那件事來說 那些不合格的肥料 或者其他一些不合格的肥料 或者其他一些不適合的肥料 或者其他一些不適合的永續發展 都盡量去遮走 要不你就直接跳回原本的位置 其實飢餓品歷怎麼只是下載 真的像孫陵會 比較像你剛才提到的NGO 因為它裡面的證罰又高 並並且監管不善 所以說是Fair Trade 實際上一些都不是Fair Trade 當你得到一些很強的肥料去打這個位置 那你就會把整個聯盟打爆它 就不會跟你同一位三個散點去打 如果不可以這樣去做的話 你真的要想一想,這些論點是否值得再去打下去 另一件事我會覺得可以幫助反方去想一想 就是咖啡整個產業來說,除了咖啡貿易的浸泉也不是很大浸泉 究竟其他的農民在做什麼呢?譬如說,有沒有一些做量產的,以往被幫助很重要,很大的企業 那些人有沒有跳進FairTrade裡面,令FairTrade幫到他們的手 這是第一個需要處理的問題,第二個需要處理的問題就是除了FairTrade以外 如果有的話,究竟跟FairTrade的比較,哪個扶貧更多 反過來,你會否會回復,就是FairTrade和Inspire 其他不同的認證機構呢?我覺得反方也可以去想一想 第三件事就是,反方說了很多就是要精品咖啡的增產 我想我會給你一些資料,例如你所說的地馬拉,又或者是Costa Rica 其實這些地方本身都有很多Plantations,已經加入了FairTrade 然後這些加入FairTrade的Plantations,亦都是因為FairTrade empower了他們 令他們可以做一些更精緻的咖啡,即是在同一個場面有更精緻的咖啡 亦都有一些direct sale去到一些更加肯給錢、肯花費的生產商 所以這個其實某程度上,你所說的那量的FairTrade和高值咖啡之間 是不是真的有一個雙衝突,還是是雙乎雙成 我覺得這個也是反抗需要去想的一件事 我想我能夠特別看到的,提到的東西就是這一點,謝謝 謝謝 感謝評判寶貴的意見 現在有請莊哲生先生為今場比賽再出評語 謝謝 謝謝 好,大家早安 今天我們都是整個早上都是打這條辯題的 我都很同意剛才黃老師的說法 所以我都長話短說,可能都補充一些 有一點論點之間的那個變緣和變緣之間的稿件的扣連 或者可能個別變緣的表現 首先正方方面,我覺得這條主線一開變的時候都很正路 從一個生計、生活去推演 這兩條主線一直都延續下去的 我覺得都做到本分的 不過我覺得有一點點要留意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聽錯 或者可能我演繹的時候可以再清楚一點 或者可能反方其實都有,台下發問問過 就是他的受惠那個效果 我聽到那個數字不同 變緣那個演繹那個倍數都是會有不同的 而那個不同也是挺明顯的 所以這裏可能會不會是主變了一個整合 可能整一個範圍告訴大家 然後後邊的變緣可能再爆一爆 因為我知道可能是從不同的數據 不同的論文去拿到的 但是其實都挺明顯的 其實聽流的時候 所以這個我覺得可以做好一點點 另外生活方面 我覺得這個點是另外一個比較強的點 如果相比起生計和生活 其實生活是需要多一點時間去演繹的 但是我就覺得可能正方在這個稿件上面 可能要早一點去發揮 因為我就看到可能有些數字有些論證 其實去到結辯的時候才出現 這個我覺得如果反方是逼得力緊的時候 可能開頭會是被捱打的 所以可能在稿件那方面 我們都可能要預計一下這個時間 以及預計一下其實戰場在哪裡 你說如果收入那些其實 你可能很快已經可以大家說完 應該就是大家怎樣在生活在基建上面有一個交鋒 是不是 我自己覺得的就是正方可能這場 可能反方沒有質疑 但是如果人家在說的時候 你建的那些東西有什麼用呢 是不是 你用那麼多錢其實拿來做什麼 你是需要一些時間去講的 比如什麼呢 有幾點例如是講的 咖啡那個質素的提升 是不是其實有筆錢 你去到很後才說到原來有筆錢 那其實這個是反方一直都跟你說 喂幾樣東西 你可能蒸品咖啡做不到 其實這裡可以早一點點打 那另外可能講的是一個 就是那些學校啊 或者那些基建設施起了多少 那其實這些都可以早一點點 可能是一副的時候已經可以講到 或者甚至是主變的時候 已經可以講大約的數字是多少 那這個我也覺得可以幫到你們 去建立好一個好一點的基礎 那另外第三點都可以考慮一下的 就是因為這個計劃呢 就是你們都講到 就是兩邊都講到幾十年了 是不是 那其實除了是一個很實際的打法 就是這兩點之外 收入和生活之外 那我覺得另外一邊可以打的就是 就是社會的關注 打一點點道德高地 這個點不是說很強的 但是如果我們的交鋒位 是去到收入和生活的時候 那這個我覺得可能是 政方可以轉出來的一條出路 因為其實除了是 就是我們買咖啡 可以去支持到這些農民之外 其實呢有不同的社會組織 或者是咖啡店自己本身 有些咖啡店以前是用這個公平咖啡 就是他除了是想我們喝咖啡那一刻 是自我感覺良好一點之外 更加重要其實他都給了個機會我們去捐錢 去支持這幫的農民 雖然可能反方又會質問 就是哎那你那幾多東西可以落到袋 但是起碼就是那個引起關注那個程度 其實是不能夠抹殺的 這個就不是正正是我購買咖啡 和不購買咖啡本身那個效果 就是有合作社之下 加上他用了那麼多錢去宣傳的時候 其實帶來的一些可能 你們包裝成的一個相得益章的效應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可以拿來做後備 就是去應付反方這樣 所以總括而言 我強話短說 就是稿件準備得不錯的 但是要功課也都做得很充足的 但是可能在那個統一性 和那個稿件的可能時間的安排 的時機可以做得好一點的 至於反方方面 我同意剛才黃老師所說的就是 是很聰明的 他們用了兩個我覺得都 一開辯的時候我覺得都幾合理的論點 一個就是其實照顧不到所有的人 但是那個推論方面其實可以做得好一點的 那第一方面就是我自己都寫下了 就是你貴視性的工人究竟是 那個數字是有多少呢 因為我們都幾合考準備這條辯題 其實咖啡這個行業 其實它需要的農地都是大部分 都是一些很小的農地 就是大約我看看資料先 大約都是應該是六成左右 大約少於五公頃的土地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是不是 那究竟它是用很多這些工人 還是用很少呢 如果有個數字去推演下去 那這個我覺得會更加好的 那同樣道理 你說他們大部分的錢 是拿來建了一些辦公室 一些建築物的 但是可能我縱觀可能整個 就是幾份稿來講 幾位便員來講 其實都不是很聽到那些建築物 就是是建了多少 或者用了多少成的錢 那這些我覺得如果真是找不到的話 就不要拿來做論點 如果找到的話就應該要講 因為政方已經沒有質疑 正如我剛才所說 已經是很遲和大家說 那些其實我們建的東西很有意義 如果多些那方面的拓展 其實你這邊就很容易站不住腳 那這個是第一點 就是在數字上面那個推演 那另外一點其實我都覺得 在後期的時候可以說多一點的 就是一個它需要幫助的對象 是否能夠針對呢 其實政方用一個很聰明的說法就是 有和沒有 你扶就已經扶了 正如我們扶婆婆過馬路 扶是代表支持 我只要用了力 他就覺得應該是扶到婆婆過馬路 但是你們應該很簡單說 就是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如果我扶的時候 力度不夠 我婆婆還是會跌低的 所以現在在說的 不是有沒有用加力的問題 是力究竟足不足夠的問題 是一個有效的問題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你們從這一點 可以推演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可能很多時候有些農民 就算是參加了合作社的農民 其實它本身可能它種植的 咖啡豆可能在它搭地來講 因為這些都牽涉到它本身搭地 可以能不能種到地域的問題 其實原本已經是 只是種到一些中等的咖啡而已 但是如果它不參加 跟參加的分別未必是這麼大的 但是可能去到最後 比較一些邊緣的農民 他們的耕地比較少 是不是 那可能會不會他們那個數字 那些人的咖啡豆 是需要多些幫忙的呢 那這裡其實我覺得可以 後期的時候可以多說一些 因為其實已經在二虎說了 其實我們受惠的可能是一些比較 就是原本已經是 原本已經是 本身有差不多條件的農民 那其實是達不到可能扶貧的 是不是 那些人其實參加不參加 可能那個分別都不大的時候 那會不會其實 就是有一點本末導致 好像數字上真是受惠的人不少 但是實際上面 幫不到真是貧窮那幫人 那這裡我也覺得可以延伸下去 可以有個空間可以多說一些的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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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大約是這樣 那麼 很感謝大會的邀請 那我也將時間交回 給下位評判了 好 謝謝 有次評判的寶貴意見 接下來 我們會有請 馮銘財先生去為這場比賽作出評判 好 那我都長話短說了 那前面兩位評判說了很多久 我都很同意 那 首先先多謝雙方跟我這麼努力去準備一場比賽 然後我今天主要想說正方線的 我覺得今天正方有一個主線 有一個位置 我覺得是演繹得不足夠 以至於令到你有效扶貧的標準 不是很出 甚至乎是有些被反方不停質問你什麼 這句有效 有些吃力 我會覺得 而沒有做到多一部演繹的位置 你們正方的主意是說 我們要跟過去做比較 要對比有和沒有 但你們主線的那個演繹 就只是說了 我們有了公平貿易之後 我們有了很多錢 有了很多學校 但是究竟他們之前的慘況去到多慘 其實正方是沒有怎樣去交代 所以當正方你沒有怎樣去交代 你前後比較你之前有多慘 然後你只是說了後面那一段 那我覺得這個的推現是有少少缺乏了 以至於就是令到你們的標準不是那麼出 如果今天正方可以嘗試去說多些 就是以前他們真的很慘 即是連基本食水都沒有 但不是 有了公平貿易之後 起碼有了公平的食水 起碼有三叉的溫飽 如果你有嘗試做多些 這些明顯一些的程度比較 我會覺得在正方 你去勸掩你那個有效扶貧的那個成效 是會來得之更加好 而接下去都是說 對於你們數據的演繹上 我也都會覺得就是有少少貴乏的 我自己會覺得 因為我覺得其實正方有更多的例子 是可以去使用的 除了你們可能說的 一些可能很宏觀的數據 多了多少成收入 那些之餘呢 其實我覺得正方是可以說多些 譬如一些很個別農民的例子 一定有很多農民走出來跟大家說 我以前就很慘 但是我經過了公平貿易之後 就帶來了一片光明 一定是有這些這樣的例子 或者是有這些這樣的例子存在的時候 我覺得正方是可以嘗試去拿這些例子出來說 而同一時間其實我覺得正方也可以開多些角度 正如前一位評判所說 我覺得正方今天類言有點窄的 我會覺得 可以開一個角度包括什麼呢 其實你可以說一下那個合作社 其實如果大家可能再看多些 其實會發現其實有些合作社是很厲害的 他們可以自己建一些銀行 去做一些借錢給那些農民做一些融資 借一些低息的貸款 甚至是自己建一些廠 甚至做出口辦公室 好像自己的咖啡就自己自己賣 是發展得很頗為龐大的規模 而另外一些角度就是說 其實你對於整個消費者的那個消費心態 其實有改變 甚至乎一些我們經常都說那些 就是經常說那些大公司 是不理農民的人的這個說法 其實在近幾年都開始有些轉變 就是可能著巢 Sterbuck這些可能是會有一些計劃 去幫助一些農民的 那我深刻如果覺得正方 你可以說這些可能消費者的角度 公司的角度 也只要是多些可能個別農民的例子 對於你去講你的成效 又或者是你去講你的標準前後對比的時候 我會覺得這個就更加之錯 而就不會好像今天這樣 只是說了後面那一節 我們有了很多錢 有了很多效 但我就問一個問題 那到底之前他們是慘到怎樣 是情況是怎樣 當你沒有做到這個比較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在這個標準上 你的略嫌不是很足夠的一個推延 好 接著就到定義那個 我特別想說就是扶貧 就不等於脫貧這個說法 我自己會覺得 這個是不是完全正確呢 我不是想嘗試去挑戰這個說法 或者去跪這個說法 講些什麼 我只是想說就是 其實你今天 你扶貧不等於脫貧 不是純粹是定義上的一個爭 不是純粹是字面去理解 或者怎麼樣 其實是真的很實現的一些問題 就是說 一個國家的貧窮的政策 是很多元的 他們的問題很草複複雜 一個國家要幫一個國民 由貧窮走到完全不窮 他都要用很多年時間 也都要用很多很多的方法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求一杯這樣的咖啡 可以幫助這些國民 由很窮變成完全不窮 我覺得這個論證的門檻是不太合理的 或者這個論證門檻是很高的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 我會同意正方你所說的 扶貧不等於脫貧 我比較同意這一點 但是我覺得今天的演繹上 其實兩邊在這個戰場上 就沒有說有特別的優勢 我自己會覺得 當然大家都沒有什麼優勢的時候 其實我對這個定義 其實就沒有太大的比分的位置 好 接著就到反方的主線 我覺得今天反方的主線 其實一開始大家看了一張分子 一開始如無意外 應該是反方在前場是比較佔優多些 是比較佔優多些 原因就是除了正方有一些位置 是將反駁滯後了 譬如認證會有些反主 即是反主已經說過 但是正一就沒有回應到的時候 將這些反駁滯後了去以後的時候 在前場其實我會覺得 反方的是比較佔優多些 在我將分子上也是高分子 而我覺得一開始 反方的這個戰略 就是你有很多的質疑 有很多的角度去攻對對方 我覺得這個戰略一開始是很奏效的 但是慢慢下去就會發現 去到月後面 就會有一些後繼讀 我自己會覺得 就是為什麼會後繼不力 就是你將同一條問題問太多次 譬如認證費這樣 你在問的時候 其實攻擊力會不斷削減 尤其是當正方提出了一個說法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那個數據 是已經扣除了反方所說的那些用證費 那些什麼化肥的成本 即是反方有一個位置這樣出來說 但是反方也繼續說 說五十美先五十美先 我覺得如果反方要繼續說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你應該先霍斥了 正方提出你的說法 而身後其實我就這樣聽正方去說 他說扣除了其實都是沒有一個 即扣或者是來源的 我覺得反方都不妨可以嘗試去質疑這一點 究竟是不是真的完全扣除了 或者這個數據是怎樣得來 我覺得反方嘗試去挑戰 那我覺得反方如果你可以挑戰了這件事 然後就再去打你那些認證費 或者當對面不斷 即可能對面一副已經沒有認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反方可以自己錄一個結論 就不用再在疑負的時候再問一次 而另外就是 譬如工人那個攻擊 其實我覺得工人的攻擊 在正方來說其實是 不太回應到的 但是反方你們去演繹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都是把這條問題很零散地 分在不同的位置去重複問 我覺得其實那個攻擊力都會不斷遞減的 而到最後就有一點點說法上去 可能我覺得兩邊有一點點危險的說法 或者我會形容就是 特別在台下會發現這個問題 譬如正方有一位同學出來回答台下的時候 我忘記了反方問些什麼 就是正方出來回答 所有的扶貧政策都有成效 我忘記了哪位同學回答 但是我覺得這個說法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你一旦出了這個所有扶貧政策都有成效這個說法 你是會令到評判的那個 期望的管理藉口會立刻降到很低 就是其實正方你的論證門檻是很低 只要是有一點點成效 就等同於有成效 就是等同於是一個有效的扶貧政策 就是在我抓而聽這個問題 我就會立刻覺得 嗯?正方的論證門檻為什麼可以這麼低呢? 而同樣地 在反方也有一點點危險的說法 就是你講到說你的有效扶貧的標準 是說我們一定數量的那個 貧窮人士降低到一定數量就最有效 但是問題就是就是一定數量這個字是很空閥的 就是如果你是 雖然今天在台下講這個 這個說法就沒有那麼危險 但是如果你在前場可能一二座講了這些說法 那正方還有一兩個位置就可以 在問你什麼叫一定的數量 對於你的主線是頗大的威脅 或者對於你的攻擊 整方是會很容易攻擊到你 所以我覺得反方可以留意一下 這些一定數量的說法 是不是完全說是你們的標準呢? 或者你的標準會不會有其他的方向 那我覺得整體來說 其實大家都可以嘗試再深入一點去探討你們的主線 可以延伸多點 就是剛才整方可以說多些消費者公司 那反方也可以說多些 譬如你所謂的那些市場機制 那些詳語裡面 你對於整個供求的影響 尤其是反方其實我上次說過 就是說對於其實那個 咖啡豆的市場 會越來越多人參與 那其實可能每一個人分到的那塊餅 都會越來越少 那我大致的評論就到這裡 希望雙方同學都繼續努力 感謝評判寶貴的意見 在公佈賽果之前 首先為大家公佈本場比賽的最佳辯論員獎項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 正方、義父、劉穎儀同學 恭喜 現在為大家宣佈賽果 今天的辯題為 公平貿易咖啡油校扶貧 由正方加入柏語中學 對反方佛教沈克林中學 正方得票為3 反方得票為0 賽果為3比0 由正方勝出 恭喜